我們其實看不到 也其實聽不到 為了尋找而尋找 這愛情就像是 微弱的一顆疼跑 未來才是 這次在音樂上的部分的話 好像你跟王志平老師的合作 意外的開心 這樣子 其實跟他合作 其實唯一的擔心就是怕他可能 那個 很兇 很嚴肅 嚴肅感覺好像會 對對對 他的臉就是 他不講話就是感覺好像人家欠他錢 就很嚴肅 對他是這樣沒錯 很認真啦 可是其實他本人是非常的 和蔼可親 還會講笑話 也對於我唱歌的東西 其實他是真的蠻好的製作人 他不會去教你什麼 他就是會引導你 讓你去 去做你擅長的 把你的本身已經會的東西 再把它 怎麼講完全釋放 對 一開始好像製作人也是你希望 包含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 去美國啦 包含這次製作人 也都是從你自己的一個想法 然後就去做了這樣子 其實公司對我還蠻好的 這些其實都已經先想 可是我後來想一想 我覺得這個好像是蠻大的一個成本 可能不太可能會實現 結果講完之後 沒多久 一個禮拜 就實現了 好開心 下次應該跟公司講 我想要買房子 他會說你加油啊 自己把專輯賣得很好啊 多歡迎演唱會的話 你也很快要買房子 在世上過剩的孤單 在這次的專輯裡頭 好像不單純只是在追求標高音這件事吧 對啊 標高音其實大家都知道我會了嘛 那我覺得除了這個東西之外呢 還有什麼 那除了這個 其實要扭轉大家對我這個樣的印象 其實不太容易 那我從以前到現在 每一張專輯裡面都有嘗試去做一些 除了高音 除了你剛剛講說 趁我那樣子標誌型的東西之外 我還想告訴大家就是 其實我還會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 在這張裡面呢 我又希望我唱歌回歸到最自然的狀態 對啊 就是好好的唱 好好的唱 所以我這次也沒什麼壓力啊 就輕鬆一點唱 然後 唱得很自然 嗯嗯 先摔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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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